我们离不开贵州的原因是什么? 是这里舒爽的温度,还是清脆的群山? 还是这独有的美味? 亦或者是这些热情的人? 第三年自驾贵州,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多月 我们再次回到了贵阳 在偏颇乡,我们和五湖四海的车友们聚在一起 享受乡野,享受美食 这是我们今年最享受也最惬意的快乐时光 大家好,我是七哥 我是大陆 我们现在还是在贵阳的无当区 我们的房车还在房车厂里面改装的 这几天我们就骑着摩托车 然后在周边的景区去转一下 其实这周边的一些小众景点 你开着房车,那么大的房车反而不方便 开着我们这台车就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不能这么形容,哪里都能去 出发出发 其实喜欢偏颇也是因为这里的路很漂亮 旁边这个树林里面很多野生区 下过雨之后再上去捡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距离偏颇25公里外的一处非常小众的景点 叫巴拉谷 这一路上要经过很多村庄 其实在贵阳我们总是把时间用在城市 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东西 贵阳的农村其实隐藏着更多的美 不一族的村寨,随处可见的果林 充满清凉的泥土香味 这是贵州雨季特有的味道 为了节省路程时间 今天我们选择走小路 穿越大山 本来以为能够更快的到达目的地 结果证明在贵州开车还是不要随便钻小路 距离目的地还有7.9公里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发动机这里 是冒一点机油出来了 可能是温度特别特别高了吧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 待会我们找到如果说路边有那种修摩托车的 我们修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就回来再修吧 这个车子出了点问题 这山太陡了 没想到连我们房车受不了 连这个摩托车也受不了 还能行 先到景区再说吧 总算是有惊无险 我们到了这个景区附近了 过了这个桥 前面就是巴拿谷 然后我们底下就是南明河 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水流量 波涛汹涌 可以这么形容 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天气可能是马上就要下雨 我们先找个地方先躲雨吧 现在我们刚刚到20多公里骑过来 到了就下雨 今天有点不顺利 还是往常的话是从这条小路走下去 这里有个峡谷道 看到没有 从这条小路走下去 这个景点呢属于是一个怎么说被废弃掉的一个景区 目前是没有人在运营的 但是还别说这里的风景还不错 超乎预期 大家看旁边的南明河很急是吧 但是它从谷底 这个巴拿谷里面流出来的这条水又很清澈 两条河流一条是清澈的溪水 一条是浑浊的河水 这样汇聚在一起 这里面还有个游客中心底下有条小瀑布 这个水流声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现在好像还是有人在这里卖小吃啊什么的 太棒了 走吧 这个景区目前是没有门票的 但是要收五块钱的这个卫生服务费 这个是必须得给的 因为人家也有个人在这里就是帮着打扫一下卫生吧 这样子的话起码还能过来玩 这些是烧烤桌 也可以来这里烧烤 走到里面这个小瀑布 这个小门这里呢 有个这个牌子 大家自觉交费就可以了 五块钱 然后就可以往里面走了 这个巴拿谷景区跟我们上个月去的同仁云林仙境 有些相似 都是废弃的景点 都有峡谷在内 不同的是 后者是修在峡谷上方 而这个巴拿谷 则是需要沿着谷底的栈道 向里游览 至于景区被废弃的原因 无从得知 这里呢 其实算是贵阳周边保留的比较完整的原生态地区 旁边是南明河 峡谷长约六公里 向大山之中 蜿蜒挺近 峡谷内呢 树木苍翠 溪流沉沉 也是因为被废弃了 所以这里的景色更加的原生态 甚至让人感到有些敬畏 现在的水流特别大 而且还在下雨 大家看一下 我们往前走的道路已经不同了 水已经漫上这个栈道来了 已经没办法往前走了 冲得很急 这个巴拉谷景区 五块钱的这个费用 其实是非常值得来的 因为这里面呢 很漂亮 峡谷呢 也很幽深 峡谷两边的悬崖上 有很多一条条的小瀑布 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在下雨 或者说水太满的时候过来 里面根本走不通 那个水啊 已经漫到栈道上面了 走是走不动的 除非你带上专业的防雨防水工具过来 可能能走到底 我们下一次过来 可能想选一个干燥一点的季节 然后没有那么潮湿 水没有那么大 今天呢 就先这样吧 拜拜